台灣體大跆拳道隊正積極備戰即將到來的拳大運 去年跆拳道隊在拳大運拿下已經四贏七筒的成績 今年吳明杰教練應東進奧運培訓國家隊選手 無法前往在場進行指導 對跆拳道隊影響極深 但他們仍加緊訓練希望能突破去年的成績 抱回更多的金牌 可能就是在指導方面就是要重新跟教練去磨合 因為現在在學校的選手幾乎一進來就是都給吳明杰教練做指導 然後就是要慢慢重新跟周跟吳明教練做配合 大一新秀林佳穎曾在去年全中運67公斤級拿下銅牌的成績 今年林佳穎首次代表台灣體大跆拳道隊出戰73公斤級的賽事 面對增加量級的考驗 林佳穎毫不畏懼 並且拿出最好的狀態争取奪牌榮耀 就往上升一個量級 那個承受力跟踢的動作跟力量一定會有差別 然後我之前又沒參加過這個量級 所以一開始會覺得有點沒有自信 然後我就是後來有去慢慢調整我的想法 然後練重訓會自己比較有求自己 然後力量的部分是在對練當中也去多找一些比較重一點的男生或者是女生打 心血的加入加上豐富經驗的選手帶領 跆拳道隊透過實戰的經驗 加強自我技術並且全力備戰 期盼能在全大運有亮眼的表現 為效地造佳績 記者劉一軒 吳婷怡 台中報導 記者劉一軒 吳婷怡 台中報導